嗨大家好,我是Waze频道的Yuki 今天想分享的影片是《碟中碟5》 故事开始,医生来到夜区店跟女员工说出暗号 就透过黑碟唱机扫描指纹确认了身份 然后医生就了解了接下来的任务 在了解的过程中,心里家已经侵入了钟情局 还打算挖解碟中碟小组 此时心里家的人出现把店员杀死 然后把医生迷晕抓了起来 然后镜头来到了白宫 亨利局长不断数落医生 之前做了任务时的事物 所以蝶中碟小组即将面临解散的下场 过后医生即将被心里家处死 幸好神秘女子帮助了医生 所以医生才能死里逃生 故事很快的过了半年 钟情局不断追查医生的下落 但是都是一无所获 而且亨利发现医生每次比钟情局提早得到了重要的消息 所以亨利局长怀疑本杰提供了消息给医生 但是钟情局盘问本杰的时候都没有确诊的证据 所以只好放了本杰 过后本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歌舞巨门票 所以本杰搭地铁来到了地铁站 以下车就有人递给本杰包谷 本杰没想太多 一打开包谷只见一副眼镜和一本杂志 本杰把眼镜戴上就听见了医生的声音 医生就拜托本杰在这场歌舞剧找出一位重要的人物 在本杰抵达了歌剧院 用高科技杂志逐步找出重要人物时 发现后台出现了可疑人物 所以就通知了医生 医生开始跟踪可疑人物 发现他竟然想要刺杀法国首相 所以就向前制止他的行动 当医生在扭打的过程中 又发现控制室里还有另一个杀手 所以解决了可疑人物并瞄准了杀手 又发现了女杀手 所以医生在二选一的情况下 只好开枪射伤了首相 并躲开杀手的枪杀 歌剧院发生刺杀首相的事情 所以大批的警察都到来 正当女杀手正在苦恼罗尔逃跑时 医生此时出现 帮助女杀手逃离歌剧院 没想到刚逃出来后 法国首相就被人在车上炸死了 后后 本杰不懂哪里弄到了一辆车 医生和女杀手就上了车 医生想要理清女杀手的身份 所以开始询问女杀手 原来女杀手是英国的间谍 名叫以儿杀 她也是为了追查辛迪加组织 并混乱了组织里 在询问的过程中 一辆不知名的车辆 开始追逐医生 并开枪射向医生的车 医生只好跳车 对方才停止了追逐 然后医生被带到重要人物的面前 原来重要的人物就是莱恩 也是辛迪加的首脑 莱恩为了证明医生的忠诚 所以要她铲除医生 另一边 医生和本杰来到了秘密基地 医生不想连累本杰 就叫本杰离开 还把所有的罪名都压在自己的身上 没想到本杰没打算离开 还留下来帮助医生 然后医生透过伊尔萨的U盘 发现伊尔萨即将去到摩洛哥 所以医生就来到摩洛哥找到伊尔萨 然后两人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铲除辛迪加的组织 所以计划去到发电厂 偷取辛迪加的犯罪证据 本杰就假扮工作人员 进入戒备生严的资料室 医生和伊尔萨两人 从高空进到发电厂 破解人事的资料 准备好了一切 本杰透过高科技解锁环 通过了地关 然后医生要破解人事的资料 要去到充满水的中断室 并把本杰的资料插入 本杰才能通过 惊喜的最后一关来到资料室 医生做完这个操作 真要离开时 因为氧气的耗尽 所以昏迷了过去 幸好伊尔萨及时营救 医生才能再次死里逃生 然后本杰成功来到了电脑室 把心里家的秘密档案拷备好 就第一时间来找医生他们 看到医生一脸难受 就向前关心 没注意到身后的伊尔萨 伊尔萨就利用复苏器 把本杰电晕 抢走了U盘 伊尔萨走不远后 莱恩的手下此时到来 询问是否杀死了医生 伊尔萨欺骗手下 就把U盘藏好 骑上了魔朵 来一个飘移 把手下门绊倒就扬胜而去了 另一边 虚弱的医生被抢了U盘 赶紧叫醒本杰 追赶伊尔萨 刚走出门后 就看见伊尔萨在他面前经过 所以伊尔萨上车就追赶伊尔萨 此时手下对着伊尔萨开枪 伊尔萨为了保护伊尔萨 就把开枪的手下撞飞 所以手下们也对伊尔萨他们发起攻击 伊尔萨为了躲开手下 特地走小岗 手下们还是对伊尔萨穷追不舍 伊尔萨利用精良的车技 决绝了两名手下 在前方已经没路了 为了避开手下的火力 只要向前冲 导致翻车了 人就卡在里面 手下已经到来 要给伊尔萨最后一击 路德和伯兰特此时出现 把手下撞飞 救了伊尔萨他们 伊尔萨刚被路德救出 发现伊尔萨被手下追捕 所以伊尔萨骑上了魔朵追赶他们 追着追着 伊尔萨被手下发现了 并想开枪解决他 但是手下没注意到来往的车辆 就被其他车撞飞了 这时还剩下最后一名手下 已经来到了山崖边 在转弯的时候医生找准机会 就把手下顶触局了 医生追着伊尔萨 没想到伊尔萨出其招 站在路中央 为了躲开伊尔萨 所以医生失控 倒地也触局了 然后伊尔萨回到了英国 把U盘交给了上司完成任务 没想到上司怀疑U盘的真实性 所以要求伊尔萨继续在辛迪迦做卧底 伊尔萨对着命令很不满意 因为在辛迪迦多次任务失败 还背叛了莱恩 所以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伊尔萨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只有上司知道他是卧底 如果没有上司恢复他的身份 他永远只是一个通缉犯 所以只好乖乖地回到莱恩的身边 另一边医生没追回U盘 所以很沮丧 因为又断了线索 幸好本节拷贝多一份U盘 所以医生他们又软回了希望 然后路德试着打开U盘 但是资料已经加密过 只能透过英国首相才能打开 伊尔萨回到莱恩的身边 就把U盘交给了莱恩 没想到U盘什么鬼都没有 所以莱恩非常的生气 想把伊尔萨杀死 因为伊尔萨还有利用的价值 所以没杀了他 果不其然 利用伊尔萨很快的收效 把医生他们引了出来 然后伊尔萨质问医生 是否给他空白的U盘 本节很肯定两个U盘都是一样的 然后伊尔萨回想起 曾经把U盘交给了上司 上司就把U盘清除了资料 伊尔萨理清了真相 就觉得被上司抛弃 所以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享受他的生活 并说服医生也一起这样做 说到这里 伊尔萨把莱恩的电话交给医生 突然 医生的耳机被电磁波干扰 当回过神来时 发现本节已经不见了 在看莱恩的电话 才知道本节已经被莱恩抓走了 而伊尔萨也在人海茫茫中不见了 过后莱恩打电话通知医生 如果要本节活命 就要解开U盘密码并交出来 然后医生想到一个对策 就是绑架英国首相 解开U盘才能救回本节 然而布兰特觉得医生 把首相的性命当赌注 所以就跟医生分道扬镳 把医生的计划讲给亨利局长听 所以亨利来到了英国伦敦的拍卖会 想阻止医生的计划 亨利刚下车就找伊尔萨的上司 原来他是英国的局长 汇报了医生的计划 所以上司找到了首相 并把他带到了休息室 亨利又再次说了医生的计划 还提到辛迪加的事情 原来辛迪加计划 就是要铲除对付英国的敌人 但是计划已经被首相中止了 是上司和莱恩身底下继续执行 所以为什么上司要删除伊尔萨的U盘 因为不想让英国的情报局知道 如果被人知道 上司也会遭殃 当首相知道了这一切 打算离开并告发上司 亨利阻止了他离开 因为亨利觉得 首相一离开休息室 就会被医生绑架 此时上司就开枪把首相麻醉 大家以为这时惨了 上司要杀了他们 没想到上司原来是医生假扮的 然后医生为了救回本节 成功获得首相的红墨 指纹和声控打开了U盘 此时上司才来到拍卖会 第一时间寻找首相 所以来到了休息室 发现医生他们并想逮捕他 但是伯兰特其实是与医生合作的 就把上司及手下射晕了 然后医生来到了路德的身边 观看了U盘 才知道心理家计划 利用24亿巨款来做坏事 而且这巨款是无法被追查到的 所以医生过目了就把U盘摧毁 过后医生来到莱恩约好的地点 发现了本节与余尔沙 向前查看 发现本节身上带着满身的炸药 此时莱恩透过本节传话 并要他交出U盘 医生很聪明的把U盘摧毁 用脑记下了所有的账目讯息 如果医生一死 莱恩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莱恩只好听医生的话 在本节最后一秒 把炸弹解除并离开是非之地 然后莱恩就派手下来抓医生 并杀死伊尔沙 医生为了保护伊尔沙 自己做挡箭牌 然后利用伊尔沙手枪 把手下射死并逃离此地 医生和伊尔沙边跑边对付敌人 在经过小岗 医生帮助伊尔沙逃跑 所以就跟敌人扭打了起来 最后两人就走散了 伊尔沙遇到莱恩的得力打手 两人就扭打了起来 因为伊尔沙比较灵活 所以成功杀死了得力助手 而医生在逃跑的过程中 遇到了莱恩 为了不让莱恩抓住 所以拼命地逃走 医生没多想 装碎了大楼的玻璃 然后跳进地下洞 过后莱恩就向前查看 发现动弹不得的医生 所以也跳进去 得意痒痒了莱恩 以为成功抓住了医生 没想到医生已经准备好陷阱 把莱恩困在超级钢化的玻璃室里 所以莱恩如何攻击的无效 然后再放迷魂药 把莱恩迷运带走 所以医生就完成了任务 后面一转 又来到中情局白宫 这次亨利局长 取消解散碟中碟的小组 原因是为了追查 新迪家的计划 所以假扮解散碟中碟 最后还是顺利 恢复了碟中碟小组 只是增加了多一位成员 亨利局长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办法是能想出来的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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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